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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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粉、沙律和小食 都是開Party的不易之選 今集有型有素 Michelle會教你做 小米甜椒沙律 菠菜芝士卷 和青醬蘑菇意粉 讓你今個週末 可以約三五之幾 唱序一番 小米甜椒沙律 我想問一下Michelle 我們現在已經處理甜椒 但這個做法好像在燒它 和平日煎有甚麼分別呢 平日煎會下油 還有如果煎的話 如果下油的話 會下油的話 會有煙 現在白鑊就這樣煎的時候 就不會有油 其實如果你有燒烤盆 一個個坑那些 就可以這樣放進燒烤盆裡 它就會有些紋的效果 如果沒有燒烤盆不重要 用普通平的煎盆也可以 好 麻煩你幫我切了甜椒 然後放進去 我們來這邊處理一下番茄 番茄要去皮 很簡單 我們煮了一鍋滾水 在這裡先割十字 然後滾一會就可以了 是 這個我們用大的番茄可以嗎 大番茄可以, 對 小的就會甜一點 是 我們很快的 一滾一滾, 皮就會裂開了 是 就可以了 很多汁, 甜椒 好, 應該差不多了 這個 這個呢 我們可以去皮 是 這個甜椒我放進去嗎 放進去 有番茄你也可以幫我切 放進去 要切成什麼狀態? 切四邊就可以了 好 四塊 Michelle, 甜椒和番茄 我已經切好了 我們是否做下一個步驟呢 沒錯, 好了 我知道這次我們的主角很特別 就是一些小米 是 我預先用了一倍半的水 就煮熟了 是 已經軟了 我們可以拌下去 然後再加調味料 好 好 這個我做了之後就是這樣的狀態 對 還沒做之前就是這樣 碎了 沒錯 我想我們差不多了 好 我們可以加調味料 是 香草 是 然後這些是新鮮的蘿蠟 我們平時吃沙律 可能是一個前菜 讓它開胃一點 是 但這次我們用了小米 其實是否會有一點飽肚呢 這個沙律 也有一點 不過它的營養價值也挺高 所以四個也不錯 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加上黑椒就可以了 是 還有一點草 因為剛才我們沒有下油 是 我們加一點橄欖油 這樣就… 大功告成了 沒錯 好 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配搭 而且呢 如你所說的 營養價值非常豐富 大家記住回家 嘗嘗這個小米甜椒沙律 好 好 好 謝謝 就是今天的汁料, 是嗎? 沒錯, 今天的材料有松子、芫荽和蘿蠟 是 主要是醬汁 首先把松子大鑊燙一下 讓它更香 大約燙了多久, 燙到怎樣? 燙到金黃色, 或者我可以放其他材料 讓它一會兒… 讓它讓它自己處理 放在這裡? 對, 放在這裡 就開始做醬汁了? 對 松子魚完成後, 有一點金黃色 不用加油, 白鑊就可以了 松子的味道, 聞到松子的味道 可以了, 放進去 放進去嗎? 對, 一起打 稍後和橄欖油一起打 吃素不放洋蔥、蒜頭 如果吃的話, 也可以放洋蔥、蒜頭 一起放進去 味道會比較香 不放也不錯, 味道會清淡一點 也可以 做好鬆一點後, 加入橄欖油 是 不用切碎嗎? 不用 因為打碎的時候, 會… 很容易弄壞, 弄壞, 沒錯 沒錯 好, 好 差不多了, 汁 沒錯, 我們先倒出來 是 打到完全… 碎了, 溶掉, 溶掉 溶掉, 螺蠟和油、松子 完全溶掉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, 要不要再煮嗎? 待會兒要煮, 我們先拿在旁邊 好, 我們現在煮蘑菇 蘑菇呢? 首先我們不用加油煮 烤得怎樣, 為之可以, 我們可以加油 現在還有一大塊 你看到它有一點水分走進去的時候 它的香味就會出來了 那時候就可以… 下油… 下油, 沒錯 我們看到它的… 縮水了 沒錯, 它的水分走進去 如果聞到一些香味的時候, 我們可以加油 是 我們之後可以… 加些意粉進去 我們可以開一大塊粉 我們等它炒香之後, 我們就可以加上醬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倒醬汁進去 是 其實如果喜歡多些醬汁, 可以… 噴量多一點 是的, 噴量多一點 我們可以再加少許鹽進去 你聞到鬆煮的味道 是的 再加少許黑椒 最後加一些忌廉 有時覺得你吃素好像很刷 是的 但現在這樣的配搭又豐富了很多 是的 好, 我們可以上碟了 好, 我給你一個碟 好 這是簡單方便的… 新菜式 大家可以回去試一試 來看… 吃 willen到 Ц literal材料 替我吃到 在家中, 我們要來吃的 接著我來做菠菜芝士捲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我們的材料 有一樣東西是非常特別的 就像整個疊子一樣 究竟是什麼呢? 待會就會告訴大家 好, Michelle 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 要做些什麼呢? 好,我們首先要烤一下蔥子 是 你幫我負責,然後就炒香這個 我先下這些蔥子,是嗎? 對,好,烤香它 那這個是什麼? 這個是麵包糠 我們現在先下… 待會先炒一下,讓蔥子香了 好 好,我們現在這裡…我這邊要… 做另一個材料 對 這個是… 這個是紅椒,只是給它一點顏色 其實你不放紅椒也可以 你可以放蘑菇也可以 對 這個是小火,保持著炒香? 對,讓它烘一下 好 這裡炒菠菜 是 菠菜之前就… 已經焯了? 焯了,我們要菠菜葉焯了 我看你也切碎了,是嗎? 對,沒錯 一會兒做的時候就可以… 容易一點 如果太大顆就不太好看了 我們加了一些香草 是 上這個… 這個就是… 豉爐 是 還有一些肉桂粉 是,也挺多香料 三樣東西 是 我這邊這些… 是否可以讓它繼續嗎? 可以再煮一會兒,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這裡呢 我先放下來 是 是 那你這裡呢 就… 差不多了 是 可以放那個… 麵包糠嗎? 那我就這樣倒進去 倒進去 好 對 還是用慢火炒一下 嗯 麵包糠我還沒試過 即是要這樣去烘一下才繼續煮 對,這樣做純粹是給它一個口感 喔 那就是可能會再脆一點點 對,吃下去就會有點脆 好,麵包糠和鬆子就已經完成了 對 那我們先倒進去 接著我們會做些甚麼嗎?Michelle 好,接著呢 我們的菠菜和紅椒已經炒了 是 已經攤凍了 我們可以加那個芝士進去 為什麼不可以立刻 因為太熱的時候 怕它會立刻黏得很緊要 那變了… 就是跟芝士黏得很緊 對,這樣就沒那麼好 做出來可能那個層次會沒那麼好 我們有些綠色,有些芝士在中間白色 就會比較好 大致上可以了 我們就拿這個叫Felos 是 好像我們有時候做甜品一層 對…沒錯 我們的做法就是要掃一層油 是,這個是牛油 沒錯,我們用牛油的 是 好了,我們可以灑一點的… 麵包糠和鬆子 對… 我們就再放第二塊上去 然後再塗一些牛油 Michelle,我看到這個Felos 我們已經鋪了兩層 那是否可以加芝士餡料呢 沒錯,我們現在可以放菠菜芝士餡 是 那要鋪均勻嗎 鋪均勻 對… 那我們… 食物… 再鋪多一塊上去 是 又是要逐層逐層,然後塗牛油 對… 按一按… 塗一些牛油 是 對… Michelle,我們已經做了幾層了 其實主要是… 視乎大家家的焗爐 大一點就可以捲得大一點 小一點就放小一點焗爐 對嗎? 好,那我們接下來是做什麼 我們可以捲了 是 把它捲起來了 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捲起來 塗一點油 像膠水一樣 對… 讓它有一個…即是焗的時候 它可以用油分把它弄脆 那剛才在中間的牛油 其實作用也是這樣 對,沒錯 然後再捲就可以焗了,對嗎? 對,沒錯 這樣就可以了 那要焗多久呢? 大概焗20分鐘左右 焗脆就可以了 嗯 大家就可以把這個菠菜芝士卷 即是給一個 預熱在200度的焗爐裡 焗25-30分鐘 這樣就可以大功高成了 可以了嗎? 我們來烹飽 我們來烹飽 我們來烹飽